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走进中心社两会面对面 我是中心社记者张伟 作为大国重器 中国天眼是世界上最大最灵敏的单口镜射电望远镜 抬谋所及便是亿万光年以外的宇宙空间 中国天眼的科研团队是如何工作的 又取得了哪些系列重要进展 中心社两会面对面 邀请到全国人大代表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党委委员 FAST运行和发展中心副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 对此进行权威解读 江代表您好 作为新当选的全国人大代表 您这一次参加全国两会 有哪些重点关注的内容 又带着哪些意见和建议和代表委员们进行交流探讨 因为一直在一线工作 所以更能体会一线工作的这种环境也好 包括感受也好 包括我们这团队这么多年围绕着FAST的开展工作 可以说是一百多个人 用二十年把这个望远镜做成了国之重器 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心得体会 对于我个人来讲 我更关注的肯定是我最熟悉的科技领域方面的事情 就是看看国家在这方面是不是有什么新的方针政策 包括对一线科研人员的这种关注度 其实是我非常非常想去看到的 因为一线这个才是产生科研价值的最前沿的站地 所以一个优秀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有意愿留在一线工作 当然是我收集到这些建议 就是主要还是围绕着FAST的 还有一些那个包括我们地方的一些这种 其实发展科技发展方面的东西 是咱们长期坚持一线默默地付出 才有了咱们FAST中国天眼的取得了一系列的进展 FAST至今为止取得的系列重要进展主要有哪些 而这些重要进展对于中国天文学和国际天文学来说 有哪些里程碑的一些意义 这个科学成果其实都是关于天文学方面的 包括在中性轻方面 在恒星的形成演化过程中磁场的这种作用 包括发现了最大的这个中性轻气体结构 还有我们尤其是最今年对这个快速式能爆 精密空间的磁场特性进行了这个观测和分析 其实这些东西都是非常非常有科学价值的 尤其像快速能爆的起来 横行的演化过程 让我们有更深刻的理解 其实2020年我们获得了这个像Nature和Science 评选十大科技突破和发现 那是国际通常给的评价 当然这些来讲对我们都是荣誉 对于这个天文学来讲 就是你有没有领先世界的观测设备 它是一门观测学科 你能看得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 那你就显然就是在这件事情就更有主导的这种 主导的这种能力吧 所以在这一点上发似的是世界上领先的 在灵敏度上 但是也像刚才的说的 我们还要持序保持它的能力 因为国外的这种形式竞争也是非常激烈的 在国际的背景下 包括国外的这个设定望远的阵列 一个一个都在提出的概念 在加紧的建设 那FAS面临的这个处境就是逆随行舟 不禁则退航 所以我们也要考虑方案 让FAS的性能保持着国际领先的这种能力 在国际同类设备中保持着核心竞争力 我们必须要保有危机意识吧 才能让它的辉煌延续 辉煌延续 我们如何去延续它呢 新的一年我们FAS又有什么一些科研计划呢 首先你要持续提升它的性能 对于FAS的这种望远镜来讲 提升性能包括几方面 一方面的在它的市场复杆范围 所以这个就需要接收技术方面有所突破 那这方面我们已经得到国家 这个重点研发计划的支持了 正在努力的公关 希望在几年能够突破 同时的单口级望远镜来讲 在分辨能力上还是有它的这个局限性 所以这个阵列望远镜的推进 可能是是一个很好解决方案 但是我们需要找一个性价比极高的 然后同时呢 又能具备优良性能的 所以这个阵列的方案来讲 我们还需要继续的研究和讨论 但是我估计明年可能会 今年或者明年会启动 这一些先导镇的一些试验 就是验证它这方案的可行性 包括我们做一些技术储备 成像能力等等 综合肯定要成像的这种测试 我觉得这些工作可能要先开展起来 对 我发自的观测呢 是如这个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相信国外的很多的天文设备 也在你正我感的国际进程当中 这其实就涉及到一项 国际的交流与合作了 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中国天野在国际科技交流合作方面的进展 是怎样的 下一步又是如何打算的呢 那对于我们来讲 其实这个天文学来讲 是国际合作相对来说 还是比较这个开放性的 因为这个现在天文学进入了这个多波段 多信实的这种阶段了 往往一个重大的科学发现 需要不同的望远镜 甚至不同的波段 甚至不同的这个信实 就是有可能是引力波 有可能是电磁波 对它进行观测 可能才会得出一个全面的这样分析的结果 包括用FAS的一些成果 你刚才提到一些重大图 也需要国外的真理望 已经做一些配合 甚至光学望 已经做些厚水的观测 都是有的 所以这个来讲 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 就包括那个十大科技进展里的 已经有一些成果 是国内外合作的 在2021年 我们就已经开始了 这个对国际的开放 每年大概有10%的时间 是支持国外同行们 利用FAS开展科学研究的 当然这也是需要 能汲取国外科研工作者 同行们的这个智慧 来让FAS发挥更大的效能 让人类对宇宙的认知 更深进一层 当然了 我们也要保持着竞争那种意识 我们刚才提到了 我们有很多的计划 在进一步提升的性能 保持它在国际同行 同类设备中 核心竞争力 所以这两者是相互相乘的 对 好的 谢谢江代表 各位观众 本期中心社两会面对面 到此结束 我们下期再见